当地在混乱当中的掌权 那刚刚病院长老在祷告的时候也提到了 我们轰轰烈烈的这个大选呢 终于是落下了帷幕 我们也看到了许多人为这个事情非常高兴 为什么 因为大选的结果正如自己所期望的 但同时我也看到了不少人也是感到非常的无赖 甚至愤怒甚至哭泣 为什么 大选的结果并不是他什么所想象到的 那我们也知道经过最近八年或者四年以来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感受到美国这个社会 因为年党政治的缘故 已经于越来越大的这个撕裂和分裂 所以在这个分裂的社会 出现大选不一样的结果 以及对双方阵营可能带起不一样的情绪的反应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那我在几个月前在这个地方正道 随欲而安 我特别是提醒大家用罗马书14章提到 对于大选这个结果 我们应当是什么 要accept彼此 要什么接待彼此 因为我们可以不同意各方面的观点 但是我们一定要接纳彼此 因为这是在左的家 在神的家 那我今天所讲到 所真的讲到的题目 其实在几个月前就新中所想好了 就是大选后的第一个主日 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帝在混乱当中的掌权这个话题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经历过 美国这几届大选带来的那种摇摆和震荡 对不对 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 看到这个选举的结果和自己所期望的 无论是一致吻合还是背道而驰 我们心中难免都会 我们心中难免就会有一种 有一种意念在想 上帝是否在这混乱当中 仍然掌权呢 在这样的一个动荡当中 神是否还在做功呢 当然了我们唱的诗歌 我们的教会里讲的很多属灵的话 都会说什么 上帝在掌管 万有 祂的旨意 告过我们的旨意 祂的道路 告过我们的道路 但我相信即便主耶稣 站在我们中间的话 主耶稣也不只是会用一句话 上帝掌权来空洞地安慰我们 我想我们要从这个 圣经所启示的历史当中 从借助于历史的视角 今天我们讲其中一个人的故事 来分析一下上帝 如何在混乱当中掌权 这样的一个话题 那我们今天曾经用到经文是来自于这个 列王记下 我们平时讲旧约的经文可能讲的不是很多 那我们再一起读一下列王记下 二十四章八节到这个十二节的经文 我们再一起读一下 约亚经登记的时候 在耶路撒冷作亡三个月 他母亲名叫尼布斯塔 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丹的女儿 约亚经行耶和华眼中堪为恶的事 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 那时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的军兵上到耶路撒冷 围困城 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 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就亲自来了 尤大王约亚经和他母亲 陈仆首领太监一统促成 投降巴比伦王 巴比伦王便拿走他 那时是巴比伦王第八年 我们今天一同思想 神在混乱当中的掌权 我们重点是要分享三点 分别是审判有识 指望未赢 然后是掌权不赢 我们首先讲第一点 审判有识 我们华人 当任何时候谈论到审判相关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就会谈到所谓的什么 因果报应 我们经常会说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识诚为道 都会讲 对不对 我们这些言语的背后 其实要说明的一点 就是无论是人 做好事还是做坏事 或此或早 总会得到相关的报应 那么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当中 其实列王纪所在的背景 也是如此的 列王纪当中 这个背景主要是记录了 这个统一的王国 这个分成百国的以色列 然后南国的这个尤大 然后激述了这个国家 他们从繁荣到分裂 堕落和灭亡的过程 也是记载了君王和百姓 因为离弃上帝而导致的悲剧型的结局 你看这个图形当中 你看这首先这边是可能不是很清楚 这是百国的以色列 这个字里面所表达的呢 是以色列一共是经过了19个王 这19个王神经当中的记载 都是行耶和华眼中 参为恶的事 所以这19个王 他追踪的一个结局 就是行恶的事 他们在为时间 这个国家成活了 209年 在公元前722年 以色列被亚索帝国所 所灭 百姓被挪到异地 然后再看这一边呢 是南国的尤大王 尤大王呢 多经过一个王 换句话来讲是20个王 然后这种不同的颜色 就是提醒呢 这个20个王当中呢 其实是12位 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换句话来讲 有8位呢 他是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善的事 但是不管如何 这个国家最终也是离弃神 最终经过这个20个王以后 他们一共是成活了345年 在公元前586年 比巴比伦所攻陷 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 百姓被挪到巴比伦 那这是整个经文的背后的 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我们今天呢 重点是进入到这个 尤大这个南边的国家 他最后所经历的这个时代 比如讲他经过这个 约西亚以后 经过一个三个月的执政的 这个约哈斯 然后到约亚晋 约亚晋 最后到西底加 这个国家就是彻底的亡国了 那我这个取这个题目叫 约亚晋到约亚晋 哎呀 我到很多人普通话比我好很多 你知道吧 我很多时候读神经 这个往往这个晋和晋 如果是音调不一样 还记得住 否则是有晋没有晋 我是分不清楚的 是这样的 大家不要笑话 那这个约亚晋呢 其实是爸爸 约亚晋呢 是儿子 那这个背景是什么呢 你看约亚晋和他列祖同岁 就是他去世以后 他儿子约亚晋 接续他做王 然后这个经文注意的背景 埃及王不再从他国出来 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 从埃及到小河 到这个优哈拉底河都夺去了 当这个国家在面临这个灭亡的时候 他分别是被埃及接管 然后埃及又转变为是巴比伦最终所掌管 这是这个国家最后的一段时间 所呈现出的历史事实 那我们重点就看看 那这件经文当中 我们今天重点讲约亚晋 是这个儿子这一段经历 他儿子的经历是什么呢 就是刚刚我们在一起说读到的经文 这个孩子登基的时候是18岁 哇 这也都想到我们以前的清朝的皇帝 什么之类的 小孩子就登基了 然后以耶罗撒冷做王三个月 如果是我们看其他圣经的记载 更正确一点来讲是三个月加十天 也就换句话来讲是一百天左右 然后这个地方记载他母亲的名字 然后他这个地方经文特别是记载 这个人呢尽管18岁登基 只有一百天的这个时间做王 Somehow这一个圣经的作者 对这个人的这一个本性抓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在这个地方非常清楚地记载 约亚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 当然了 圣经没有记载 这个约亚晋这个人到底做了哪些恶的事情 所以你如果想知道一下他做了哪些恶的事情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看他父亲 约亚晋是做了哪些事情 那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 在这个列王纪上和下当中有很多的记载 那么对于他的父亲来讲 他做了哪些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呢 例如讲 他敬拜偶像 约亚晋带领百姓天里的对耶和华的敬拜 不像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家当中 我们敬拜我们天上的神 但是当时那个王他要转离去崇拜偶像 这就违背了耶和华律法的一种罪行 加重了他带领了国家尤大的那些罪恶 这是第一点 崇拜偶像 第二点呢 他迫害先知 因为神已经拆了先知给他警告和责备 特别是迫害了当时一个先知是耶利米 大家知道耶利米苏 我们一定是看过就知道的 耶利米苏当中呢 其实耶利米这个先知 多次已经是警告尤大的百姓 呼吁他们要悔改 但是约亚晋这个王不仅不悔改 甚至是摧毁了 耶利米那个预言的那些书卷 然后他自己呢 有很多的暴行和压迫 他压迫自己的百姓 通过不义和暴力的方法 加重百姓的负担 然后为自己建造奢华的皇宫 然后剥削百姓 这个行为上面 实在是非常的恶劣 然后呢 他是毫无疑问 是拒绝了神的律法 他并没有遵守这个摩西的律法 他其实没有按照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叫做约西亚 约西亚是行耶和华眼中 堪为善的事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草斗王 约西亚他的父亲 曾经为这个犹大国 其实带来了属灵的福幸 征行了耶和华的律法 但是约亚晋这个儿子 偏离了这个道路 然后最后 其实很重要的一块 他其实叛变了巴比伦 那叛变巴比伦如何是理解呢 其实回到圣经的角度 耶和华其实已经通过先知 这个耶利米等了向犹大 传递了要顺服巴比伦的这个命令 换句话来讲 巴比伦这个国家 灭掉这个犹太的国家 它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 抵抗巴比伦呢 其实就是抵抗神的命令 反而呢 他对神主权的一种藐视和拒绝 他不接受神所设立的环境和安排 他试图想叛变巴比伦王 尼布加利萨 这个名字大家都听了 都比较熟悉 导致了犹大国被外敌所入侵 然后也是整个国家的 都陷入到灾难当中 这是可以概述性地说 这个他的巴巴 也就是说 约牙筋本人行 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以后 做的这么多的事情 这个就是让我们回到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时代 在大选前的周一 我们教会刚好有幸 接待了湾区牧者同工领导会 那么在这个领导会当中 我们请到了谭科成博士 当时当天好像 徐牧师李长老等都在 是这样的 然后他特别是给大家讲座 就是我们如何要为美国的情况 美国大选来祷告 也列举出了一些祷告的事项 当然他提到了很多 我们非常比较worried的 现在外面的犹豫症争都 吸毒瞎针 大型的枪击案频发 学校不讲神经 同性恋合法化 大麻合法化等等 都是美国所经历的日益 都落的光景 那坦说的讲这种情况 我相信大家都是明白 真正是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很多事 实在是不讨神的喜悦了 真是验证了神经那时候 讲的那句话 日光之下 没有心事 哎呀 很多情况 周而复始地在 发生的过程当中 好了 约亚金王是这样的去执政 这样做了是坏事的 那他做坏事 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看看 他所经历的这个结果 我们华人一句话 我们经常会说 都行不义 什么 必自毙 哎 这句话其实是来自于 我们的古文左传当中的 讲的公约 都行不义 必自毙 只顾待之 那翻译出来的就是 讲什么意思呢 曾庄公说 不合乎 道义的事情多多了 必定会自己倒台的 你顾且自己 等着瞧吧 那这是我们华人 所讲的这句话 其实这句话呢 用在约亚金身上 也是如此 我们看看他是经历了 什么样的一个经历 那列王记下 其实记载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 那时 巴比伦武王 尼布加利萨的军兵 上到耶路撒冷 围困城 当他军兵围困城的时候 巴比伦王 尼布加利萨 他是什么 也是亲自来了 尤大王就讲这个约亚金 和他的母亲 臣仆 首领 太监 一同出城 投降巴比伦王 换句话来讲 这是执政一百天左右的 这个王 在历史上 唯一记下来的 所谓的亮点 就是带领国家 如何去投降 巴比伦王 便拿住了 这是他现在 所经历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 这个经历 其实在这个图当中 也记到一点 知道一点 那时是巴比伦王 第八年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圣经上记载 这个话 有什么一个特别的意思 原来啊 这个巴比伦 对耶路撒冷 这个人口的 这个第一次 这个努掠 其实发生在 公元前 五百九十七年 那时候 包括丹伊尼等人 都被挪去 那这个地方呢 是尼布加利萨 所统治的 第八年 这是圣经当中 第一次 列王记当中 第一次 用外国的年代 来记载 来标明 以色列的历史事件 预示了 这个国家 这个年代 什么 就开始过去了 那时 巴比伦王 第八年 可以看到 国家 有起 有落 一代 又一代的 过去 我们从历史的眼光 要看这一段历史 好了 我们继续 就是往下面看 然后 这个国家 后面是进行了 经历了什么 你看 这个圣经 有很多详细的记载 那时是 巴比伦王 第八年 然后圣经 特别是记载 巴比伦王 将耶和华 殿和王宫当中的宝物都拿去了 将以色列王 所罗门所建造 耶和华殿里的精气都毁坏了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又将 耶路撒冷的重名和重首领 并所有大量的勇士 共一万人 连一切木匠铁匠都裸去了 除了国中 既贫穷的人以外 没有剩下的 并将约压金和 我或刚才讲的 所有的人都裸去 并且讲一切勇士 七千人 木匠铁匠一千人 都是能上阵的勇士 全部裸到巴比伦去了 那么这节经文当中 其实最赐我们新的 是我觉得就这句话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这个犹大国 这是属于神的子民所在的国家 既然我们的神耶和华所说的 这个国家要被裸去 走向灭亡 这是怎么样的回事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这话其实在《列王记》下 二十章十六节 神已经通过先知 以赛亚对希西加说 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日子必到 凡你家里所有的 便利是列祖积蓄到如今的 都要被裸到巴比伦去 不留下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 神早已通过先知 已经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警告了 这一帐我们新的 还是这个神经节目记载 巴比伦王讲 耶和华殿里的东西给拿走了 为什么经文特别强调 是耶和华殿中的东西给拿走了 这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神 宁可能够交出自己名下的荣耀 让仇敌要毁掉 耶和华殿里的金钱 为金器 为什么呢 因为这话其实已经在 耶利明书七章四节都说了 我们再一起把这话读一读 你们不要倚靠虚王的话 说这是耶和华的殿 是耶和华的殿 是耶和华的殿 哇 神是给了什么样的一个警告 你们这些百姓呢 不要做这种虚王的事 你不要继续活在这个虚王当中 满足于外表的金钱 说这是耶和华的殿 耶和华的殿 耶和华的殿 为了我自己的名 我愿意我自己殿里的经器都被毁掉 你这国家也要被走向灭亡 这是耶和华所说的 犹大国被掳到了 巴比伦 抖下了这样的一个殿亡 那么这个地方 可能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说上帝是慈爱 为什么不一再地欢束呢 神是公义的 神是慈爱的 慈爱到底要到什么样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有这句话 我们再去读一下《创世纪》这句话 到了第四代 他们必回到此地 因为亚牟利人的罪恋还没有满盈 我不知道大家是读到《创世纪》这些经文的时候 是否想到我们中文时候讲的一句话叫做 恶贯满盈 原来神给了这些邪恶者 四百年的时间去悔改 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回转 最后是摩西带领人是出埃及 最后到这个迦南地把他给占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上帝的公义 降临在这些背离他的人身上 类似的原则 其实也是同样适用于约亚经和他的国度 当他个人和他带领的国家背离神的时候 最终都将面临不可避免的审判 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们自己的个人和自己所处的国家层面也是如此 罪恶从来不会被隐藏 最终都要被暴露出来 我们讲不止不面对其中的一个结果 在我们每个人所成长的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 像我们成长的时候 是男生就是男生 是女生都是女生 到了美国以后我们发现 这十几二十年三十年来 搞出很多的要么古怪的东西 性别还有一百多种 还发明所谓叫做性别的光谱 让我们都应该去尊重 把我们的下一代都搞糊涂了 所以我以前是研究过很多 这个家庭教导方面的这个教材 跟大家教导 从来没有在性别这个层面 要好好跟大家讲 我现在遇到一个家长都要说 你的儿子是男生就是男生 好好在家里教导他 他就是男生 如果你的女儿当然是女生 教导他就是女生 你在家里家长必须要教导 不要给外面的话 你给搞乱掉了 LGBT同性恋 把这个时代搞出非常的混乱 神必然要关教了 我们要留意了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最终都要被审判 只不过审判的时间 我们不知道罢了 圣经上说 神看千年如一日 我们的命运 我们能够存留 一般都不会超过一百岁 当然了 我们教会有超过一百岁的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就是那么一点点的部分 我们实在是看不清整个神的这样 超越了在这个时空范围之外 是怎么掌控着所有的一切 我们实在看不见了 但是审判有时 让我们知道 对公义的神 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 要经常来到祂的面前 我们许多人都是借口 不喜欢被约束 所以远离神 也是远离教会 其实我们得到的并不是自由 而是被世界和这个罪恶 所挟制做捆绑 就好像这个犹大国 它是从被埃及的捆绑 换成是被罢别人的捆绑 从一个恶 断到另外一个恶罢了 对于我们现在的你我 何尝不是如此呢 当我们离弃神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从一个恶到另外一个恶 实在是难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耶稣说 我必然给你们真理 真理是你的自由 我们每个家长 都应该好好地带自己的孩子 在主里面好好地成长 只有在主里面 才能够找到真正的自由 不会被奴役 圣经阿姨讲得很清楚 喜不晓得你们献上 自己为奴仆 顺从谁去做谁的奴仆吗 或做罪的奴仆 以至于死 或做顺命的奴仆 以致称义 这是罗马书六章十六节 说讲的 让我们愿意顺服 神的掌权 做什么 顺命的奴仆 致称义 那这个就是回到刚刚新闻讲的 那后面到底发生什么呢 这个王已经被俘虏过去了 那我们知道这个关系理一下 这个约西 这个王以后 他分别首先是选的王 是这个王 是这个 约哈斯 然后变成约亚金 约亚金以后 变成他的儿子约亚金 就是刚才我们今天所讲的 当他被俘虏以后 这个巴比伦王 把他的叔叔叫做西底嘉 成为一个傀儡王 作为了这个犹大国最后一个王 那圣经也是这么记载 巴比伦王 立约亚金的叔叔 马探亚 代替他作王 给马探亚改名叫做西底嘉 你有没有留意到 当你国家灭亡的时候 首先你的年号给改了 对吧 这是这个巴比伦 这个尼布加里萨王 第八年 然后你这个作王 作王的名字也要给我改掉 你是巴比伦王 你原来的名字叫做马探亚 马探亚是什么意思啊 是耶和华的礼物 但现在叫你改名叫做西底嘉 西底嘉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耶和华是公义的 换句话来说 这个王 他已经是巴黎给改名了 其实是告诉自己 就是说 我是执行了神的旨意 要行公义 来行审判了 这是巴比伦王 这个尼布加里萨 所做的事情 审判有事 审判有事 我们讲第二点 指望其实是没有赢掉 我们继续看这个约亚金王 最后的 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约亚金王 是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恶有恶报 他是否能够战终呢 哎呀 如果继续读这个 《猎王记》下 哎呦 我们看到正是 烽火一路转 我们看看啊 我们再去读读 读读看好吧 犹大王 约亚金被掳后 三十七年 巴比伦王 已为米洛达 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使犹大王的约亚金 抬头 提他出剑 又对他所恩言 使他的位高过 与他一同在巴比伦 中王的位 抵他脱了囚服 他终身藏在 巴比伦王面前吃饭 王吃他所需用的食物 日日吃他一份 终日都是这样 怎能如此呢 这个人居然是在 这个被囚禁当中 释放出来 获得了巴比伦王 这个真有真言的生活 那历史也记载啊 当这个尼布加利桑 王去世的时候 他的儿子就以为 米洛达继位 这个人突然间就是 莫名其妙地 善待了这个约亚金 然后这个当时巴比伦 出土的这些食物 配给名单上中呢 居然是真的出现了 约亚金的名字 换句话来讲 证明了他和当时的 五个王子 都得到了国库的 这个食物供应 脱去食物 被囚服啊 被允许每日在王面前 用餐 获得了一份固定的生活津贴 这似乎是一个非常 不应该得到的待遇啊 不是恶贯满盈嘛 降灾祸 居然神的怜悯 还是在他身上 哎呀 这个不由得让我们 就想起了这个 这怎么解释呢 他被囚了三十七年以后 突然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 我们回到圣经当中 找出这样的一个答案 二十字可能不是 特别的一个清读 耶利米苏 二十九章 十到十一节 我们看大家 试着读一下 因为今天的精讯 一直在上面 我们一定读读 好不好 耶和华如此说 为巴比伦 锁定的七十年满以后 我要眷顾你们 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 使你们仍然认会此地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 守怀的意念 是平安的意念 不是将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 幕后有指望 当这个约亚金 被俘了三十七年以后 加上前面的一段时间 相当于过了四十几年 神在这之前 早已预言 你们在巴比伦 七十年满了以后 就开始要眷顾他们 换句话来讲 已经过了一半多了 神开始眷顾这个约亚金王 让犹大的百姓看到了 黎明前的什么 曙光 哇我们的王 竟然被如此的一个抬举 那么神经当中 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今天说经文 特别说讲的 幕后有指望 原来的经文当中 在耶利米苏当中 已经清楚地讲到了 我向他们留意 降灾 不降服 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 必因刀剑 饥荒所灭 直至灭尽 八字话 说得很狠 当这些百姓 被埃及王 所接管的时候 当他被俘虏的时候 那一代人全部是被灭尽了 然后呢 从埃及最后是到了 这个巴比伦王的手下 所以在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 真是很奇妙地应验了 神早已给出的预言 巴比伦王守定的 七十年满的时候 他们可以看到 这黎明前的黑暗 可以看到这个黎明前的黑暗 经过以后看到光明 可以看到有指望 这一终是可以实现的 那么回过头 让我们看今天时候讲的经文 我们今天是订的敬讯 一样话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行安的意念 不是将灾祸的意念 是给那些已经俘虏到 巴比伦的这些犹大的百姓 所讲的 叫你们莫后有指望 他的王在这个时候 开始被高举 开始被善待 让他们看到了有 不一样的指望 哎呀 怎能如此 这么样的一个王 居然是被如此抬举 这个怎么把白鹿看下去 哎呀 我马上想到了 怎能如此 想到这个时候 我就想到了 因为这个约翰卫斯里写的 也是个奇妙的 哎 这首歌其实很难唱的 我当时很喜欢这首歌 也许葛瑞斯帮我们弹一下 大家能不能唱啊 奇妙的爱 怎能如此 我祝我神 为我守时 奇妙的爱 怎能如此 我祝我神 为我守时 我实在告不上去 谢谢 是这样的 这是约翰卫斯里书写的 这个奇异的爱 这是右边是这个 英文的这个版本 我想象大家都是蛮熟悉 这样的歌 奇异的爱 怎能如此 当然了 对于我们 现在唱的时候 我主 我神 居然是为我受死 我们是在新约的时代 主耶稣已经为我们 定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这个时代唱这首歌 怎能如此 很容易心灵神会地感受得到 但是如何把这一个 怎能如此 依用在这一个 行耶和华眼中 为恶事的这个约翰 金王身上 他为什么如此被高举 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呢 哎呀 直接金文书讲的 要你们百姓在末后有指望 我想在这个地方 先跟他讲一下 属灵信仰 这个属灵 基督信仰 属灵思维的这个五件套 这是我自己所用的方法 当我们理解神的句话语的时候 按照这个五件道的方法 那我把它总结为 就是身父 身子 身灵 圣经和神国 你写灵修文章的时候 你思考神的话语的时候 你从这个五个角度去切入 一定让神给你 很多不一样的这个答案 例如讲 对于这个我们末后有指望 这句话 我们知道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但是可以应用在新约 现在的我们的这个时代 当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困苦 经历了很多的病痛 经历了很多的困难 经历了很多的苦毒 经历了神的生活当中 所谓挫折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自己祷告 我们知道末后是有指望的时代 那怎么去理解呢 五件套 可以适得去做 圣父上帝的计划 超过现状 这个以色列国还是犹大国 还是分别活了二十多 两百多年和三百多年呢 那么在中间当中 历史长河里面的人 沧海之一 是你怎么能够知道 神是如何掌权的呢 感谢神记录在圣经上 我们这个时代看到了 上帝的计划 其实是超过任何现状的 同样的对于我们来讲 经过八年前的大选 四年前的大选 经历的大选 可能以后再看四年以后 八年以后的这个大选的话 我们知道 上帝都在其中有他的计划 他的计划是超过现状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上帝 第二 基督已经完成救赎 一次性的永久的效果 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可以与神和好 我们在神的活动就是有份的 圣旨已经完成了 圣灵在这个时代 激励我们可以有忍耐 有信靠 我们经过困难 但是我们仰望我们 让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的这个主 我们可以经历任何困难 可以有忍耐 可以对神有不一样的 信靠什么 顺服 圣灵 然后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时代是个 自媒体 心系 泛滥的时代 但是神给我们 他的话语 都写在圣经上面 我们一定要是 基于神话语 给我们的应许 而不是按照自媒体 按照某某一个政客 按照某某一个党媒 给我们所洗脑的东西 一定要回到什么 神的话语当中 圣经当中 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应许 最后一点 神国 不管你是来自于中国 来自台湾 来自其他不同的国家 还是在美国 都是地上的国 我们属于神国的子民 那属灵的盼望 在于什么 永恒的国度 阿们 圣父 圣子 圣灵 圣经 和神国 你按照这个五个方面 去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 你会得到不一样的安危的 你可以看到 不一样的指望的 对于约翰金来讲 他经过这个过程 竟然是被告举 然后对于我们 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来讲 幕后是有指望的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有一位神在带领我们 这是刚才讲的第二点 指望不移 第三点 掌权不移 这是不同的一个字 掌权不移 这是怎么个理解的 我首先告诉大家 约翰金这个人 居然出现在耶稣的家族当中 怎能如此 还有这种事情 真的吗 我们看这个经文 我们再一起读一下 好吧 马太福音一章十一节 百姓被牵到巴比伦的时候 约西亚生 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 牵到巴比伦之后 耶哥尼亚生 沙拉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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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金在哪里 没有啊 对呀 那约翰金在什么地方呢 不要着急 我们圣经看看 你看我们前面都读过了 即便是西里加 把他名字都给改了 连号都改 人的名字要改 这个人名字有改 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 旧约圣经都能看看 原来约亚经又有名字叫做 刚才读到的什么 耶哥尼亚和哥尼亚 你看找出圣经的根据 这个在历代记下三章十六节 约亚经 他爸爸啊 他的儿子叫什么 耶哥尼亚和西里加 就刚才西里加在后面时 就变成他那个 那个叔叔 那个后面的部分 然后这个 以斯铁记二章六节 从巴比伦王尼布贾利沙 他将尤大王 耶哥尼亚经文当中 特别是一括号 括了一下 右名叫什么 约亚经 就记载下来了 然后在非力 在这个耶利米苏 特别也是记载 这个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始 尤大王 约亚经的儿子 叫什么 哥尼亚 哎呦 这个耶字都没有了 哇 这三个名字呢 其实指的都 这两个名字呢 其实指的都是约亚经 这三个名字 其实指的是一个人 那么这个耶哥尼亚 这个意思呢 其实就是 亚威坚定的意思 就是神 亚威指的是神嘛 使他坚定 然后到了这一个 先知书 耶利米苏的时候 看你这样 是不敬畏神 把这亚子都给拿掉了 就是变成 尼哥亚 是这样的 那么这 哥尼亚 是这样的 那不配和神的名 耶字都是联系在一起 表面了神 对他的一种审判 所一种弃绝 哇 这样的人 居然是出现在 这一个耶稣的家谱当中 这实在是令我们费解 为什么行 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的人 居然还进入到 耶稣的家谱当中呢 让我们的神经当中 找到答案 我们再仔细回到 这个家谱当中 是怎么记载的 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 约西亚生 业养经 对不对 和他的弟兄 被迁到巴比伦以后 业养经生 撒拉铁 撒拉铁 是什么 生所罗 所罗巴伯 然后呢 如果仔细地看 我们在这一个 另外的圣经 就是在 这个以色拉记当中 我们知道 原来所罗巴伯 被神利用 代理人什么 回归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否就看出了 这样的一个 问题的这个答案 因为在这个地方 我想就是 大家就思想一下 圣经讲的大卫 有大卫之约 大卫之约是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那神通过 先知 拉丹 跟他说 跟大卫 你约他 承诺 他的王朝 和他的国 将永远长成 经文这样讲 我是你的后裔 接续你 我也必 兼顾 他的国 你的国 和你的家 必在我面前 永远坚定 你的国位 已必 坚定 直到永远 大卫的后代 这个国 怎么会永远 这个以色列 这个犹大国 都已经灭国了 怎么会永远 这怎么个理解呢 原来经文 我们就发现 他什么 通过他的后代 包括到 所罗巴伯 一直到后面 都变成 耶稣 肉身的什么 祖先 最后耶稣 还是从 这一路 什么 出来了 所以这就让我们 看到神 整个救赎的 这样的一个计划 约亚军的 故事 告诉我们 我给的总结 是这样的 即便是在 被非暗的情况下 上帝 仍然掌管 他将混乱 转化为 救赎的契机 赐下 怜悯和 叹望 要知道 我们人 不能够倚靠 人的所谓 属灵光景 来成就 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人眼中 一定是把人 分成好人和坏人 就好像我们 把选举人 就是这么看待 把国家的王 也是如此看待的 尽管我们人眼中 有自己的标准 定好人 定坏人 但是 从耶和华 神的眼光当中 看人 你们只不过是 五十步 笑 一百步 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我们都是罪人 但我们的神 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神 他居然使用约亚经 延续了大卫后裔的血脉 好奇妙的 他的 是 他的孙子 被神所东攻 所以这个是提醒我们 所罗巴伯 带领百姓回归 最后成为基督肉身的祖先 只要是神东攻 不管是多么狂傲的人 都讲不得不降福 无论是 即便他成为一个王国奴 他都可以再次 被神去使用 神经上说讲 他能够从灰尘当中 抬取贫寒人 在分队当中 提拔贫乏人 使他与王子同坐 得到荣耀的夺位 好奇妙的神的话语 所以约亚经 居然是名字出现在 这一个家谱当中 那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讲 我们其实也是生活在 希望当中 我们应该是如何做 这个故事是提醒我 我们这个世界上 我们能遇到可能 很多糟糕的领导者 我们要坚信 神仍然掌权 上帝仍然是在混乱当中 他可以转混乱 为这一个救赎的契机 那对我们讲 应该是怎么做 我想把以西节话的 以西节书 22章30节的这句话 我们再一起读一下 作为共享好不好 我在他们中间 寻找一个重建成员 在我面前为之国 站在破口绑堵 使我不灭绝之国 却找不到一个 我想根据这句话 就是给我们一个呼吁 对我们来讲 我们作为信徒 作为神的子民 我们不能够袖手旁观 我们被呼召 是要在祷告当中 站在破口之处 为国家 为百姓 代求 要知道 范克恩历史 范克恩神经的历史 每个时代 神的百姓 其实都是站在破口之中 没有一个完整的 完美的 完全的地上的国度 地上国度 是因为人在掌权 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 尽管这个期待 会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神 我们所成长的这一段时间 我们所能经历的 真是看到了这个时代 太多的破口 神为什么在这个时代 拣选你我 不是白白拣选 是要我们愿意能够 在破口当中 赞你 为国家祷告 为你个人祷告 为你家庭祷告 在祷告当中 尽力神的同在 尽力神掌权 是超过我们的想象 超过我们的道路 要尽力神 是超越时空的程度当中 祂掌权 祂如何在混乱当中 带出一个方向 这个世界实在是非我欺 但是我们的神 祂是指引这个方向 让我们知道 祂在掌权待命 上帝在混乱当中 他掌权今天讲了三点 审判有时 指望未宜 或什么 掌权不宜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有些是应用呢 我想在这个地方 也是提三点应用 成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提醒 第一个 我们相信 上帝仍然在掌权 无论我们 经历什么样的一个 政治动荡 或者是领导变化 我们都要相信 上帝掌权 他的计划 超过我们的理解 即便看似混乱 神仍然在当中引领 即便当选的候选人 不是你我心中所想象的 或者是他推的每个政策 做的每件事情 可能都有使你失望的地方 但相信神会照样使用他 成就他的旨意 神经济甚至还说 王是这个 神是王的心意 像龙宫的水 随意流转 相信神在王心中做工 对于我们来讲 相信上帝的掌权 我们可以 心靠顺服 不要让太多的焦虑 让太多的失望 真是在我们生命当中 让我们活得很苦 对社会充满了苦毒 没有这个必要 随意可安 随意傲安 因为我们神嘛 神在掌权 第二点 我想我们要提醒 我们作为基督徒 作为神的子民 在生活当中 要活着尽前 我们生活当中 反映出来的信仰 不只是星期天 我们坐在这个地方的聚会 我们要在家庭 在工作 在社会当中 成为神爱和公义的 见证人 神看重我们的生活 就像神看重那些王一样 你是做事 耶和华眼中 看为善的事 还看为恶的事呢 让我们都要努力去做 看耶和华眼中 看为什么 善的事情 当然了 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有时候 胃当中会陷入罪恶当中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是末后 有指望的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的宝血 救赎我们 但是让我们成为一个 被神看着是做善事的人 可以尽量为他去使用 在为他使用的过程当中 与主同行的过程当中 经历神的掌权 经历神的同在 经历神的翻转 我们生命的品质 就会完全不一样 生活当中要活着尽限 最后一点 也是对我们来讲 很大的一个挑战 这个时代 太多是我们可能失望的地方 这个社会当中 已经有太多 分裂的这个地方 但是无论如何 让我们勇敢地 站在破口之处 因为正是在那个地方 神要做功 让我们在分裂的地方 带出合一 在苦头的地方 带出这样的喜乐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可以随意 熬安 勇敢地站在破口当中 为神去使用 你会看到神 如何使用你 做不一样的 见证神的这样的工作 上帝其实在呼唤我们 他希望我们勇敢地 站在破口 为这个时代 选求他的年龄 选求他的爱 我们在最后的祷告之前 我想请斯班 我们一起上来 唱了一个回应的诗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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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求你阿爸父 神明明保座在这边 你闭着眼看车随起 风出命的呼求 我们不求你 我们不求你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 一道高兴求你面 我们专与所有的儿子 定义淡淡跟随你 祝我们国家是属于你 求你来掌握全力 愿你来愿意 愿你来愿意是这地 荣耀在这家里 我们不求你 我们不求你阿爸母 我们不求你 不求你 你不愿意是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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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愿意是这地 我们不愿意是这地 亲爱的阿爸父神 你是全能的郡王 求你复兴这地 我们欢迎你 我们是你的子民 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 买书过来归给你的子民 主啊 求神带领我们远离罪 让我们愿意尽全地 过自己的生活 主啊 能够为神使用 主啊 使用我们这个微弱的力量 愿意是站在破口的地方 为这个时代祷告 让我们经历神的同在 经历神的平安 在这个世界的时代 成为合一的力量 成为神荣耀的见证者 主啊 愿你使用我们基督六家 使用所有的所生的子民 因为你在这个时代 照样掌权 求神继续带领 赐福你自己的教会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都是在那破口之处 愿意成为神荣耀的见证者 见证神的掌权 见证神赐下平安 见证神赐下合一 见证神赐下喜乐 主啊 求你使用 祷告感恩 奉主基督耶稣宝贵命求 阿们 拜托们请坐 好 让我们一头来一头为乐宪祷告 亲爱的主 亲爱的八天父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 也赐给我们日用的恩典 求主 看顾我们 保守我们 也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能够甘心乐意 奉献上我们的金钱 奉献上我们的时间 奉献上我们的生命 主啊 我们求你